操作无人空拍机是现在许多人所向往的休闲活动之一 但是碍于飞行法规及安全的问题让许多人为之却步 为了行销竹山之美以及提供竹山地区民众了解相关法规 及学习如何安全操作空拍机飞行 竹山正公所安排了一系列的研习课程 希望提供民众了解空拍机飞行法规 及正确使用飞行空拍机来拍摄竹山的美丽风光 能够亲自操控空拍机自由自在翱翔天际拍摄美丽风光 是许多人的梦想 但是碍于飞行法规以及安全问题让许多人为之却步 为了行销竹山之美以及提供竹山地区民众了解相关法规 以及学习如何安全操控空拍机飞行 竹山正公所安排一系列发现竹山空拍之美研习课程 希望提供民众了解空拍机飞行法规 以及正确飞行空拍机来拍摄竹山的美丽风光 各位好朋友你们看到我背面就是一些 参加发现竹山空拍之美的一个研习的学员 除了空拍技术以后要有证照制度之外 我们介入这种空拍技术的一个研习 提升所有的人员的一个空拍技术 大家一起加油把技术临高 把你的最美的地方拍摄给大家知道 邵哥老师表示 取次课程着重在飞行法规以及安全教育之上 尤其针对空拍机的活动区域 法则 器材以及人员管理 操控限制都有详细介绍以及说明 同时安排学员亲自操控空拍机 模拟操作时转身的状况 这是我们的飞行讲座 主要是要让需要了解空拍机 以及有空拍机的学员 他可以了解一些基本的法规 跟飞行安全与原理 也借由这次的那个讲习的机会 我们等一下在最后呢 会提供学员一些安全上 跟一些那个拍摄上的一些演练 像我们在试飞的时候呢 待会我们会让同学呢 外宣医了解在试飞前 他应该训行的一些飞行的一些检查 以及开始在起飞之后呢 他必须要进入到画面里面 去确认一些一些讯息 是真的安全状况 这样才适合起飞 然后以及最后返航之后 用最正确的方法返航 也不至于造成其他一些危险 参与的学员纷纷表示 此次参加研习课程 除了了解空拍机相关飞行法规之外 也借由实际操作 体验空拍机飞行 可说是一举数的 我们学生来这边 就是除了学习 老师讲的飞行法规之外 那借由这次的讲座 也可以知道 怎么拍摄竹山的美丽的风景 那因为我们想说来参加这个讲座 除了知道该如何拍摄竹山美丽的风景之外 那对当地的飞行法规 跟以后未来要考照的那个注意事项 也能获得很多的知识 公说表示 未来还会继续办理空拍机延期活动 希望借由授课 让学员了解空拍机相关法规之外 也让民众未来 能在事法的情况之下 安全操作空拍机 快乐自在地体验竹山之美 举止赛世奇 竹山镇采访报导